这个航线 一定有飞行计划 我们政府讲说 培洛西突然来了 不可能 不相信培洛西是自己来的 一定是被邀请来的 如果你把这个 转成选举操作 盖掉该处理论文不处理的事情 该处理求长不处理的事情 你真的不把我们当成你的指名了 俄务战争就是 不断地在乌克兰边境的演习 就是变成真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来座谈 今天是谁来座谈呢 今天要来讲军事 讲军事当然要找我们的张诚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难得 在台湾这么严重的历史关键时刻 可以到历史哥的场子 来谈谈历史的关键 谢谢 我们来见证一下历史 其实2022年确实是 众多大事发生的一年 我们可以看从年头到现在 发生了多少大事 光是G7的领袖 或者是所谓的美国的同盟 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澳洲的Morrison 英国的Boris Johnson 意大利的德拉吉 还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是被暗杀掉 所以看这事件事就变化了非常的快 那更来想象的是 我们今天这位主角 Nancy Pelosi 当然他的政敌川普 叫他Crazy Nancy 瘋狂南希 他真的做了一个非常凶猛的做法 怎么样呢 就是直接飞进来台湾 他飞进来台湾还不打紧 而且是非常高调的 那当然事前他是一个迷航的角色 所以大家也觉得说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飞进来过了一夜 然后又飞走 跟上次97年的时候 Gurich当时也是议长 进来这个状况 看起来是很不一样 因为当时确实是有经过美国跟北京 这边有去做一些讨论的 但是Nancy Pelosi来的话 他其实状况不太一样 那更麻烦的是 他引发了后续的军事上的效应 所以今天这个是军事问题 前面是政治问题 当然我们政治是军事的极致手段 所以我们先了解军事 那我们再回头讨论一下 这个政治的问题在哪里 那首先来先请教老师 因为Pelosi走了之后 最大的麻烦是 共军开始大范围的军演 而且一口气用了六个 这个所谓的演习区域 而且最近处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处 例如说高雄外海这一块 9.5公里距离琉球雨 那距离本岛只有16.5公里 那像是北部这边 这个在台北外海 22.5公里 在宜蘭的外 东北角的外海18.5公里 那当然还有在东部也有一块 那看起来整个都已经超乎了 就已经逼近到了所谓20公里以内 这是不是极具有所谓的挑衅的味道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军事意涵在里面 当然这张图是中央社做的 我觉得这张图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他把红色的是这一次中共演习的区域 他把上一次灰色的 就96年导弹危机的区域 同时显现在这张图上之外 他把这个海峡中线 而且我们所谓的临海基线 都表示在这张图上 那为什么这些讯息这么重要 还很重要一个防空识别区 我等会有机会 我会谈谈所谓的飞航情报区 这些事情呢 这些事情摆在那张图上 就是我们经过这个破坏 这个 crazy破坏这个事件之后 都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就先从那个 96年跟这一次的区域来看 有哪边的差异 第一个96年虽然有两个弹早点区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 这是他当初 东风15的弹道飞弹的弹早点的区域 虽然离我们台湾蛮近的 但他主要的大其他区域呢 都离我们蛮远的 这当然显示当初那个96年时代 中共的军力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他除了弹道飞弹可以跨越海峡中间之外 其他的他基本上是谨慎的 可这次不一样了 就在我们周围了 对 就在我们周围了 像你刚刚历史可以提到 我就不重述了 比如说基本上他已经某种程度了 大家看到在这个领海基线的范围之内 他已经在我们领海基线的范围之内了 是 好 所以从这样就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海峡中线不再是海峡中线了 也就是双方这个默契 打破 完全打破了 事实上在Pelosi来的那一天 就已经有军机多次的超过海峡中线了 就已经有了 就是8月3号那天就已经有了 而且架次很多 对非常多 所以苏30有16架 殲-11有6架 殲-16有5架 对 殲-16的是比较南方的 但是比较敏感的是在这个地方 殲-11跟殲-3 是苏30的这部分 这是比较敏感的 那他就在那一天多次 多次的越过海峡中线 那这个就不能再用 当初在2020年 不小心飞过海峡中线 他说是不小心飞行员自己飞过去 就不能用这个 这是很刻意了 下命令的 对是刻意做的 好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图 这是第一个就是海峡中线的这个默契不存在之外 不存在 另外最近在这个应该讲上个月 我们常常讨论 就中共他们讨论一个天文就是 到底台湾海峡是不是所谓的国际海域 我不用公开这个字眼 好 那那个时候我们讨论很多我们这边就不细数了 因为所谓的那个经济 经济区那个定义 那是有点还可以在讨论的 但是有一件事很确定的 我们中华民国公告的所谓的领海基线 他现在某种程度 拼零在边边了 或者是直接插进去 是不是他其实就是不认了 因为像这个地方是直接就进来 对 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我我我现在特别先先讲的领海基线 领海是另外一块 因为像我研证 这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就是说对他来讲 你中华民国不存在了 这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基线 我高兴在我的领海里面 做任何我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第二个重要事情 就是第一个这样子 我想第一件事 海峡中间的默契从此不存在 第二个是 我们所谓的领土领海的概念 已经开始经过这个事件破坏掉了 好 那我这边要回过头一点 中共想不想做这件事情 超想做的 是 他找不到理由做 是 Pelosi给他一个理由 因为我在之前 我曾经 中共大陆发言人外交部 曾讲过多次说 我们已经做了各种的准备 他意思就是说不要去玩火 玩火必自焚 那你因为你做了 我就做给你看 这就是代价 这就是代价 好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图 好 这张图还有些 还有什么可以 还有很多重要兴趣可以谈的 当从军事上可以谈的 就是我们看看 在大陆所公告的 这叫A1 A2 A3 A4 A5 A6 6块区域 1 2 3 4 5 6 6块区域 好 我们先不管这6块区 做什么样的操演 这个在我们军事上来讲 这叫做外线作战 外线作战 就是以台湾本岛 从外线要对内线做攻击的意思 它已经在 发展布局了 是 我们先不管它做什么演练 今天有记者问我 我就说类封锁 类封锁 类封锁 类市封锁 我们现在都喜欢类嘛 对 不过确实是类封锁 因为我在高雄的朋友跟我讲 高雄现在远洋船只 是不能进出的 没错 其实 我在来之前 我听了广播 就是我们中正机场 跟高雄小港机场的 国际航班 删掉了大概五十几班 就是为了这三天 停飞了五十几班 其他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航线要改变了 所以我讲说跟我们来谈谈 有机会来谈谈飞航情报区 其实他也藐视了这个 由国际所赋予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地区的 飞航情报区的权责 也被他干扰了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除了刚刚讲说 他摆是一个外线作战的架势之外 按照昨天我很认真的去看了 中央电视台 他们所说的 这个演练在做什么 这一块去A1区 A1区 他们讲的就是 长城火炮射击 长城火炮射击 那可以想象的 不是他们的卫视 就是火箭弹 是 就像PH的E3E的火箭弹 就是这个 那是从岸边射过来 对 他一定会后退的 因为他距离可以是在四道本岛 哦 他们火箭弹是这些 所以他射在这边 其实也算是 还有一点收敛 他其实还会这种 挡前移移就对了 所以他为什么故意 跨越海峡中线 射是有原因的 他就是告诉你 海峡中线今天就不存在了 我根本不在乎你这些 对我根本不在乎了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很特别 好 这个区域他所公布的演习内容是什么 就是做什么事情 叫做常规 平常的常 常规 火力投射 常规火力投射 什么叫常规火力 只有两个 常规导弹 常规巡运飞弹 不然什么 这不是核弹 他特别用常规这两个字 就是非核子武器类 对 好 所以这个地方很可能 就是以前在96年导弹尾 这几个所谓的弹灶点 现在换到这里来了 换到我们东岸来了 好 所以这边可以把履理四张图拿出来 我们看一下 他就用这张图来讲 在东岸这个地方 他就标了几个 他 我们现在已知的 中共的 他们佛剑军的部队的位置 好 那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他如果弹灶点 以这几个位置来看 他的弹灶点都必须 去经过台湾上空 是不是刻意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虽然太空不能算领空 是 超过100公里以上算太空 大概 50公里以上 50公里以上 那不能叫领空 除了他对你有明显的威胁 是 因为他弹灶点不是在土地上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让他飞过去吗 也知道让他飞过去 对不对 好 不过对于这一段 这一段我先补充说明一下 也许后面有空 我再多说明一下 是 他们做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来讲 就是带着敌情练兵 什么意思 我们反而可以利用这机会 看看我们 现在正在部署的 公山跟爱山 能不能对这个 做有效的反应 到底可以做这件事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地方 他们现在讲的就是 常规火力投射的一个特色 所以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这个4号这个位置 他所投射的这些常规武器 都会是出大气层的吗 还是会有一些 其实是在大气层 因为我们知道有不同的弹道 那有些弹道 它是不是停留在大气层内 对 有些是抛物线射出去 东风17 它没有东风17 这边可能没放到 东风17它不用出大气层 基本上到这边的 只会有东风11跟东风15 以这个范围来讲 只有东风11跟东风15 这两种会有 东风17它如果后退发射 是可以到这里来的 我们知道1500公里以上 所以律里斯基本上 它把这距离都标出来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回到刚刚那地方 另外更有趣的这四个点 是 这四个点按照中央电台讲的 叫做海空联合训练 海空联合训练 海空联合训练 那就是海军船要开来了 什么 就是有海军之外呢 还有空军 空军 那就有个可能性 比如说我举个例来讲 这边是辽宁号 这边是山东号 因为现在这两台船都正在 因为山东已经出床屋了吧 两个都出来了 两个都离港了 现在都已经常规配属了 离港了 就前几天新闻就说 他们两个都离港 都已经出港了 好 这次会不会来 不晓得这不是我要给的答案 我也不晓得答案 但是先讲先讲这个的位置 所代表的意义 这里是基隆港 这里是苏澳港 这里是左营港 我们三大军港 海军的三大军港 是 他们都 cover住了 是 之外 他讲的叫做海空联合演练 什么意思呢 就有海军跟空军嘛 对 海空的话 我们刚讲 中共在我们所谓剧本里面 中共对我们的 对台海中的第一集 是不是万诞齐发 对 就是这两件事情 哦 我告诉你我设得到 我只要一条 西岸就公道 对 我这个我告诉你我设得到 我只要一条 东岸就到了 我不用打那么有 这边也打得到啊 是 对不对 因为我刚讲东风11 东风15 设成本来就是 我们就本来在涵盖范围之内的嘛 好 就是说他是告诉我们说 stage 1 第一 phase 1 好 我错了 phase 2 是不是就是台海争战斗 台湾海峡的自空权 自海权战斗战 是 就是这四区 海空联合作战 所以这个军事恐 这个军事 应该说武贺的意涵是很强烈的 很清楚了 而且他的 他的这样的一个超远跟这样的公布 我就来的名的 对 我就告诉你我这样部署 对 我就是其实讲白了 我这个就是会有登岛的一个事前准备了 对 我先这样子做嘛 我先这样子做 而且这么靠近你的做 我就是让给你看 对 对 我告诉你我有这能力 对 第三阶段要不要摊案 登陆作战 那是下一件事情 他可能会在沿岸演练 我们就不知道了 是的 不管怎么样 他这个架式摆出来 这个架式摆出来 当然对我们还是一样 有我们的利基点 譬如我刚讲 我以这个点为例子说 因为我们这时候可以做一做 所谓的那个 那个收集一下他们的那个参数 是 演练一下我们公山 艾山的反制 等等的作为 是没错 同样的在这个区域上 就对着我们这么近 就是所谓的海空演练 对我们来讲 也是我们电子作战 收集情报的好时候 嗯 就是带敌练兵 你敌青来了 我就带着敌青练兵 就在我眼前 可以收集数据 对 就是这是正面的讲 但负面的讲 这个区域把我们家团团围住了 这三天期间 台湾海空军要不要运作 对啊 可以起飞吗 万一不小心 插枪走我怎么办 不晓得啊 不知道啊 你敢吗 然后难道我们有停三天吗 今天 要是有听说 有一些飞机有起降 一些军机的起降 还有一些 因为这边是空的 这边是空的 所以 最多在本岛上空 对 但是出去的话 这边是澎湖 我自己在做分析的时候 我在猜 他们这个演习规划里面 应该有第七区在这个地方 但是避免一些 避免一些敏感度 他们把他拿掉了 好 因为如果 如果把这个 如果第七区摆定区 就很完整的是一个 外线作战包围作战 是 他现在这边是空的 是 所以在这边我们空军 还可以做一点 譬如说这边加一机 还是可以在这边 新竹架枪枪 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但在其他区域 譬如说从新竹起飞 这会不小心 会插到他们的演练区域 会有点点尴尬 是 有点麻烦 好 那不管怎么样讲 解放军这边这一次 已经把一个 类封锁的结构做出来了 是的 三天 这三天我们国军敢干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对不对 还是就停在那边 不晓得 这个的影响 这个的影响就是 就是讲到第四件事情 会变成我们消耗战 很严重的消耗战 譬如说我 我们飞弹要追苗 空军要去驱离 这样常常谈这些事情 久了会不会很疲乏 会 而且军队也会受不了 这个强度 对 所以呢 他们如果以后 常态性的 譬如说每一个月来一次 两个月来一次 我们就很累了 这叫做消耗战 消耗我们的 也消耗他们的 但是谁消耗的久 消耗战就是 比谁撑的久 对不对 这就牵涉到几个吧 对不对 人员的数量啊 对 你的这个准备的量级 还有你的预算啊 对对对 还有你的机队的数量啊 你这越充足的人 你根本就所耗不多嘛 对对对 那变成一种演练 我只是把演练搬来这边 对对对 可是对台湾有办法应对吗 因为我们两岸的 这个战机的数量 是落差非常的大的 他们可以换嘛 对 我们就这些嘛 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区域巨子 区域巨子 反介入区域巨子的 战力的形成 嗯 怎么讲呢 96年导弹危机的时候呢 中共其实是某种程度灰头土脸 因为美国派了两艘航空母舰 一南一北 压在这边 好 然后呢 那个那时候中国大陆 所使用的东风15的这个 GPS 美国又把关掉 嗯 所以打得不太准 嗯 有点灰头土脸的结束了 好 那时候他们军力是那个样子 是 可是那件事情之后 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叫做反介入跟区域巨子 很重要 是 就说 中国人讲的五湖四海里面 各是四海 这个四海 五湖是讲的在内地 对 四海讲的就是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是 那我们直觉现在 在对中国人来讲 这四海是不是自己家里的 对 就是 原 路原海嘛 就好像我家院子而已 就是出去就是这个海 我家的院子嘛 是 是 所以他们反介入跟区域巨子的概念 就是 这四海 是我家的院子 外国势力不可以介入 是 巨子 好 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一直在建立反介入跟区域巨子的能力 包括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 是 那这次他在展示给美国人看 我现在已经建的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是 会不会其实 其实 现在形成战略也不是今年的事情而已 但是到现在已经是很完整 对 就是一直没有一个机会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佩洛西给他那个表演的机会 我可以正式的做这件事情 而且做这件事情 同时把前面两件事 海峡中线跟所谓的 台湾领海领空的概念破坏掉 等于就是取消 你这样子 我把你cancel掉了 对 所以就刚刚我讲做 那个 吕建长那张图来看 就说 虽然我说领空的部分 领空的部分 通常超过50公里 就不算领空了 合理嘛对不对 但是我从你太空上飞过去 某种程度也是藐视你的领空的意思 嗯 对啊 莫名其妙要射一个飞弹 这是北韩很常对日本做的 对对对 从它上面飞过去 对北朝鲜三不五十 射一颗 然后就越过日本的上空 对 日本就也不能 无可奈何啊 因为那不叫做领空啊 是 但是 就很不舒服嘛 对 那是不是很藐视日本 是 他这样做是很藐视我们 是 所以你懂的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政治的后果 对就是这个 光从这个军援来讲 这个四件事情 就很严重了 很严重 非常严重 那我刚讲到我方作为 你们就我提到说 其实 如果我们对这些状况 早就有掌握的话 我讲的是如果 如果 如果有掌握的话 其实这就是我们练兵的时候 是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做 因为我离开军中十几年了 我不知道状况怎么样 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强度 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强度 从 参谋作业 就指参 国防部的指参做 一直到我们基层的话 其实我们早就有准备了 那你今天有状况 就是我演练的时候 是 那演练的时候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 不管是 我刚讲 比如说工山艾山的拦截 运作的方式 我们能不能真的就 因为在经过电脑计算 可以知道 他这个作业 虽然淡导点不在我们凝土上 但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会不会拦截得到 或者说 你在这边做海空演练 我可以 你做演练你 我就演练我另外一套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在这边做海空演练 我战机虽然往这边飞 但是我模拟在拦截你 是 事实上是可以做的 那也是我方可以看 事实上这一次能不能带敌 带着敌情练兵 是不是有一个机会 这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听起来是不是弱很多了 因为我的一个疑问 就在这里 就是说 今天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布局 对 我们的国防部 甚至连 说出一个应对的方法 都没有 只有不断的强调不要担心 那 我们海空针送人力都在监视中 都在监视中 但是呢 绝对不会主动挑衅 不过这个是2019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 当时就已经就是你不可以开第一枪 那你的第一枪你还要 你被攻击了之后 你要自卫反击 你还要上报到国防部 这个国防部长跟参谋总长来做决定 我看这两长也没办法决定 还是要报到这个总统 总统府才能决定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先丧失了所谓 就是主控权 主控权没有了 那另外这样的布局里面 我们为什么今天大会惊慌 是因为政府没有办法告诉老百姓 任何的应对措施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别人不说 国防部网站就先被瘫痪了 我认为这个是网军 这是真正的网军 这不是我们那一种 所谓的带风向的塔绿班 那一种1450 这不太一样 他我说的网军 是真正做电子作战干扰的 这种摧毁你的网站 就国防网站你就先挂了 但是政府还是在 要说没事我们还在查 好我这个我这样 本来我想晚点谈 这些我们先谈这个事情 好了 他们到底话有还有哪一些作为 是我现在讲的 这一些都属于所谓热兵器 热兵器 那我现在当然不会谈冷兵器 因为冷兵器是更 刀剑枪 四枪是最后 对啊 我现在要谈的是 除了热兵器之外 有没有新兵器 新兵器 好 其实在8月3号当天 总统府的官网就被谈患了 二十几分钟 而且用的手段是非常公开容易的手段 叫DDOS 最传统的 什么意思 什么叫DDOS DOS的意思 Denied of Service 就是我送很多封包到你这个网站 那你这个网站 忙着收这些封包就好了 然后你就不能正常运作了 简单吧 对 很简单吧 那什么叫DDOS 就是我不是从一个地方送到一个地方送给你 我从很多地方送给你 为什么很多地方送给你 因为我如果从一个地方送给你 很容易被识别 我这边可能有意在攻击 你可能可以 你防毒软件做得好 防火箱做好 你可以马上封锁我这一个 结果用各种方法送给你 你懂的意思吗 是 我们总统府 听说有一个叫什么先生的 奉什么先生的 这么厉害的人 还可以把他瘫痪到二十几分钟 而且还是用一个最原始传统 这是大家 应该讲说 如果学 汉课 的基础课程 就是汉课的第一课 对 我们竟然防不住 这个就跟 收明迷发 对 对 我们竟然没有防住 是 奇怪了 我真的搞不懂 好 第二个就是 火车站的系统 跟7-11的系统 都出现了一些字 对 就他本来跑的那个电视墙 对不对 都出现了一些字 好 这些东西 照理说 如果我们国家的资讯 防护做得好 都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才对 当然我今天 我还特地去最终的新闻 我们那个 我们的政府这么说的 哦 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制造软件系统 你用了一些大陆的包 那个套装难题 你没有后门啊 这解释好烂 真的很烂啊 有后门 那你就把它堵起来就好了 那你还用 那你还用 有在座的后门 你的防火墙都堵得住 对啊 这个对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答案 是 你听得懂意思吗 而且你如果你那个软体有后门的话 你这个防毒就要侦测 它是病毒软体啦 被这个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我从这个做起头来先讲啊 就是不管是公务系统的铁路局的 民间系统的7-11的那个电视墙 都有被鸭客攻进来了 那你觉得是我们自己人工的吗 不太容易是自己的 对对对 应该不会有一个 而且如果是自己人 电器里拿去抓 很快就抓到了 对对对 我们先看到后面发展了 好我想讲的是 这个应该也是 这是中国大陆那边在做的 组合权的一部分 演练 他们把它视为演练 对 懂的意思了 那就是实体标靶的演练 对 过去他们也不这样做 它实力存在那个地方 中国大陆整个军队的结构里面 有一个部队叫做战略支援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里面有一支呢 就是属于资讯战的部分 是 有一支属于这个 那他们一定演练的很久 现在 把它拿出来用 拿出来用 好还没完 还有下一个 电子战 电子战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共军落台的时候 常常有所谓的电针机啊 干扰机啊 什么事情 老师刚才提到电针机的部分 那电针机的主要功用是什么 它是 电子作战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吗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看到 这个 最近这个解放军 常常出动这个电针机 这几年 那它现在这个战力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把电子作战 它的重要性先讲一下 背景先讲一下 然后再讲它 现在中共怎么做的 我们刚刚提到 网路作战 其实网路作战 它堆叠上去的就是资讯战 这可以理解吧 那资讯战呈现的结果 或者说资讯战的作战模式 我们现在常常用认知作战 这个词来讲 就资讯作战的目的 是产生 我希望你产生的认知 那叫做资讯战 好 但是网路作战呢 它必须 配合着 所谓的 电子的讯号 如果电子讯号不能传递的话 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网路战 那所以电子战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电子战到底在讲什么呢 我们讲的雷达 它可以征收目标是靠电子讯号 我们的手机或者说我们无线通讯 可以传递讯息 或者我们电脑可以无线上网 它是靠所谓的电子的信号 好 但如果今天这个电子讯号的传递 被干扰 甚至被渗透 那我们电子讯号的传递 是不是完全就错了 是 那 这就是电子战的一块 一块 就阻断你的讯息的传递 对 另外一块电子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现在所有的设备 我们讲3C产品 不管它只能拿哪几个字的缩写 那基本上都是靠电子来运作的 好 那如果我今天可以产生一个电子的干扰 让你的3C产品不正常运作 一个很强的电磁波在旁边 让它不正常运作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干过这件事情 就是电子脉冲弹 让你这个电子战不能运作 好 然后 不伤害人 让那个电子脉冲弹效果过去的时候 一切也恢复正常 还蛮好的 对不对 蛮好的 好 这也是电子战略部分 第三种呢 我们现在夏天 我们有电网 如果我用一些 方法 让你的电网不能正常运作 是 也是电子战 哦 瘫痪你的电网 瘫痪你的资讯传递 对 然后 还有呢 就是问乱你的整个电脑的运作 对 都是跟电有关的 比如说刚刚讲 台湾的电网 比如说有一种最典型的 就是用石墨蛋 我有时候跟台湾要讲 哎呀台湾其实很容易攻啊 那个大潭电厂 那个三阶 要盖三阶 既然那么重要 我如果有人带着石墨蛋进来 我说用个无人机 是 飞到那个大潭电厂上面去 撒一撒 那那个 很多石墨纤维 石墨 掉下来之后 卡住了电网 整个就瘫痪掉了 那边 那边最近的派出所 一公里远 嗯嗯嗯 你还去抓他都来不及抓 那这些都是电子战 是 就影响我们电子运作机制的 所有的作为 嗯 那目前没有看到中共有任何做事 做任何方面这个事情 目前没有看到 但是可以预期的他会做 他们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有 所以我才讲 你刚刚要聊到说 在中共老台 或者烙台的飞机里面 常常有所谓的电针机 电杆机 是 就是说电战机 就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讲了96导弹危机的时候 美军把那个 美国把这个GPS关掉 让东风15打不准这件事情 让老共感知到电子作战的重要 所以从那时到现在 二十五六七年时间 二十五六年的时间 他们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导航系统 而且都上架 还可以提供国外补用 北斗系统 对对对对 那是卫星定位的部分 所以他以后导航 他也用自己的 对 所以呢就是 那是他们通 GPS吃亏之后做 他们做的嘛 那我现在讲的电子作战是 跟他怎么样 譬如说他去干扰GPS 等等等等等等 因为他当时被直接off掉 所以他反过来思考就是 那我就是让对手不能使用 对对 这就是电子战 就是让所有电子信号的运作 不正常的作战 是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热兵器作战有这些东西 好 那那个资讯战 好 网路战他们已经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作为了 会不会还有 显然是会有 那第三个 还没看到的电子战 他们会不会也 也准备那么久了 要不要来开始做了 所以这一次有可能会出现 对 那虽然我们国军有所谓的 支通电军 新成立一个 蔡总统在2016年当中 成立一个新的军种 叫支通电军 那我现在离开军中很久 我不能做任何评判 跟评估 我不知道他的人力有多强 但是他其实是把 既有的支通电部队 做一些抽调吗 以前我们国军有所谓的 电子部队 是 现在把它统统合在一起 叫支通电军 在他任内里面 支通电军 支通电作战部成立 但是我绝对相信 更早就在规划这件事 应该在马英九总统 任内就规划了 只是在他任内成立 就好像什么 他一直讲一句话 潜见国造是我做的 我说我这才怪的 那个如果马英九任内 没有规划那个案子 不会在你任内 2016年你一上来 就马上可以签我同意 这规划要很长久 因为我们建案有一段 其实有机会再聊这个东西 除非美国能叫你买 就非买不可之外 在国军要建案子 是很困难的 不搞个两三年搞不出来 是 所以那个前进国 那一样一个支通电军的成立 也绝对不会是 他一上任就可以成立的 一定是前面就规划 那我想讲的 国军对这件事情 是有认知到 这件事情重要 就像我刚讲的 大陆有个战略支援部队 他们里面有一支 在做这件事情 是 一个就是电子战 一个就是资讯战 是 实际上我们也认知在这件事 所以我们有所谓 支通电军的成立 但是成立一个单位 就像你刚刚讲的是 他只是把很多单位兜起来 还是他真的有提升战力 支通电作战 一样有攻击跟防御 一样有这件事情 那刚刚我讲的 他破坏了我们的 网站 那就是攻击 是 显然我们的防御不太行 那 完全无抵抗力 对 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 支通电军的整个整体的 防御跟攻击能力 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不能做评论 但我可以想象的就是 在后面除了这个 所谓的热兵器的展示 这部分之外 我绝对相信在支通电军的 就是电子战跟资讯战部分 后面一定有 后面一定有 因为这是现代战争 必须有的一件事情 不一定会展现出来 但是如果这个情势持续的话 就将来一定会看到 一定会看到 因为台海作战第一集 以前是万旦齐发 就是热兵器 我觉得第一集 应该就电子战跟资讯战 彻底瘫痪你整个 整个所谓的 岛内的通讯 或者你刚才讲是认知作战 你的资讯都被他掌握了 都被他掌握了 不管经过网络什么方式 都被他掌握了 其实这一次针对7-11投放 就是对佩洛西一个非常 就是这个 对 就是一个对佩洛西 就是这个攻击性的标语 我认为他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 一个认知作战 而且他支通战的其中一环卖 因为第一时间如果 比如说都都 我基本上我先不给你断电 但是我全部给你投放 所以我现在已经全部已经云集了 对 那这个资讯的传递 就会造成恐慌 事实上那一天 在当天啊 就有一个错误的讯息 后来国防部出来赶快澄清 说苏35灰越海峡中线 后来国防部赶快澄清 没有苏35灰越海峡中线 对 有这么一个新闻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种认知作战 甚至还有 我有收到谣传说 已经击落了我们的飞机 那就是认知作战 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国家的反应机制是什么 也有待观察 所以我想讲 比较正面的想就是带敌练兵 就是他现在开始有这些东西 我们就如果有确定就把它补过来 就像你刚刚讲的 现在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个 譬如说刚刚讲那个演习 就是他们的演习 这么的接近我们 这么的接近我们 那照理说这个时候 按照我们的目前的 旺岸演习的机制 是应该有防空警报才对 而且万一它有弹接近的话 就应该叫 因为照理说以这个区域来看的话 特别是这个区域来看 是照理说以旺岸演习的标准 这是应该要有反应的了 可是老师有根本问题 你想了我们也不知道去哪一堵 我们连防空座都不知道 我要讲的下一件事 就是虽然国防部发了一个时候 全民防卫手册 是 我也不知道多少人读了 我就读了不太熟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 然后 我们现在如果有防空设施 比如台北市每个 所有的大陆地下室 都必须再暂时转为防空设施 是 我问下一件事情 饮水饮食电力供给OK吗 我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躲进 政府知道 但他没有从不讲 他只告诉你天然气有11天存量 还是用冬季计算 这很荒谬 你说老公认知作战 但问题我们的政府 也在对自己人民做认知作战 而且是用非事实的 或者是他是事实没错 但是在现在用时间差 用各种这种量宽的这种方式 而不是量延的方式 我们知道这个料底要从延嘛 对对对 他是料底从不是宽而已 也是比这个 比太平洋还宽这种方式去弄 所以其实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提的就是说 我们我们到底 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认知到 我们有哪去动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这个必须要全民公开来检讨 这不是只是单纯你这个政府做一做 你一到半期都不懂啊 立法会修会啊 我们现在立法会修会 问题是他们本来也没什么功能 哈哈哈 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 我想讲的是真的很严重 不管是刚刚讲热兵器的这些作战 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的洞 我们的漏洞 不管是刚刚讲的资讯站 电站 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的漏洞 好 全民防卫的部分 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的漏洞 要拿出来认真谈啊 对啊 而且包括上司老师来有谈过嘛 这派出所丢赤针的事情 这个不知道谁讲出来的 对 当然美国这个好多报告有这样干嘛 什么亏欺报告这些 就是叫你连海空军都别了 对对对 我们才没谈过这个题目 那对 所以这个很好笑的是 根本跟这个完全无法对接 对 如果你海空军都没有 就是都不用应对了 对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 问题是包括美国 日本韩国 包括欧洲 根本没有人去说 哎 你已经记录人家人灵海极限了 嗯 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先大败了 所以下一件事情 我要跟你谈 我们看国际反应 是 裴洛西斯来之后 他来了走了 然后发生了这一些事情了 国际反应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听到哪一个国家 有啦 有有立陶宛 声音我们 美国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 德国有没有说 为什么特别讲德国 因为他在 俄乌战争里面 他就是很扯烂乌的那个 刚快到来电许货的那个 对 我为什么讲特别讲德国 也好像没有开口 你们注意到 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口 照理说中共对台这样的演习 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口 我们先讲佩洛西的航线 我觉得这航线里面 就答案就是包含这个答案 很多猫腻 是 好 我们记得 那个我们回看 我记得我就在这边讲 台海的那个 我们被美国出卖 就是1999 1999 就是中美断交那个 1967年 被美国出卖这件事情 那时候基辛吉密访北京 因为他们已经把所谓的 对第一岛链作战的概念 推到了中枢边境 是 台湾不重要 因为我用中国制书 年中制书 台湾不 所以前线是在中枢边境上 这个台湾不重要 第一岛链可以不要了 但是呢 这件这个 佩洛西这支这个航线呢 他为什么不 不飞他去的这个航线 要飞这个航线 里面一定 这个是民航在用的吧 对 对 一定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 美国 我认为 这是我讲的 先讲第一件事情 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 任何一个飞机 除了在作战状态的军机 包括一般的军机 你如果是在一般的状况之下的话 你一定 尤其是跨国飞行 一定有飞行计划 是 送到每一个飞航情报区去 不可能你瞒天飞就飞过来了 因为你会被被视为不明机 不明机要怎么样 要驱离啊 驱离啊 不驱离会击落的 对不对 要驱离 因为入侵人家领空 对 所以这个航线一定有飞行计划 换句话说 我们政府讲说 飞入侵突然来了 不可能 所以4000其实 这个路过的 比如说包括印尼菲律宾 都是知道 都知道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他会这样子来 我们一定知道 只是没有事先公告 没有公告 就是糊弄我们 他知不知道 知道 也知道 一定知道 因为什么 因为在一般民航上面 临近的飞行情报区 有些飞行计划是会交换的 避免误疾 避免误疾 避免误 我们跟上海飞行情报区 是临近的 跟广州飞行情报区 是临近的 我们应该会交换的 你懂的意思吗 是 刻意离开南海 因为南海还有争议 是 对不对 他刻意离开南海 其他的领空这样子飞过来 这件事情 美中 美陆之间 没有先做沟通 我才不相信 嗯 你懂的意思了吧 嗯 所以这一条航线 是极具政治意涵的 也有军事意涵在 他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裴洛西 这次到台湾的事情 陆方是想尽办法要阻止他 因为对陆方来讲的话 他得到了 他后面得到好处是 他可以出第一岛 就刚刚那个演戏的图 要出第一岛 对美方来讲 他想做的事情 他想把他所谓的 战略模糊 推到比较战略清晰一点 就一中的问题上 推得清晰一点 他好像也得到了 所以在这条航线上面 在走这个航线的时候 我刚才讲 我不断在讲这件事情 一定跟陆方 中方有沟通过 嗯 不可能没有沟通过 是 就是说我今天不在这边 制造你的尴尬 因为我如果我这一条的话 我走这一条的话 他要不要 因为这边他们有很多的机场啊 南海有很多的岛游机场 对 他们要不要半飞 这个 他们很尴尬 是 他如果飞这样 他可以不管你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我 只有在这里有个破口 把他散一下散口 对对对 那我就不用处理半飞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们本来叫嚣要半飞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一定是经过沟通过 就是 虽然拜登一直讲说 我阻止不表达 一定经过沟通过 所以我想表达的一件事情 是说 好在这个结构之下 其实台湾是被卖的 被卖的 我们是被卖的 美中已经讲好了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听网路上讲的 我们都看官方讲的 嗯 这件事情发生过之后 美国国务院讲什么 个人行为 对不对 我要讲的是说 中方的反应 是 他说预料之中的 好 你预料之中的演习 我 我刚刚一进门就 就已经先讲好 如果佩洛西是飞去的话 对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角色 就大啦啦的 用最高规格的去演示 那我就会用最强大的 最强硬的态度回机 对 我今天讲会这样做了 所以当时第一时间就公告 当佩洛西的行程一出来 就公告要做这个所谓的环岛的演习 对 36小时之前公告 这个Plan B等于就是 你佩洛西只要进来做这事 我就Plan B我就出来 对 好 然后所以我刚进门就说 雷更浩在哪 雷更浩现在在日本的东东都来 为什么不来呢 谈好了 他只有一个任务 Plan B 懂得意思吗 嗯 台湾你家的事 台湾不是美国人的事 他的目标是保护自己的议长 对 国家第三位 第三交棒的领导人嘛 第三孙伟领导人嘛 对不对 我只说这件事 给雷更浩说 那为什么不来呢 以前不是南北来 为什么不来呢 我们刚刚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全世界没有能有反应 是 我讲的政府 没有政府 虽然我讲了一个立陶宛 一个德国 其他都没有反应 那立陶宛不是个咖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美国的反应是什么 我讲的是对军演 不是 大家都很在乎乌克兰吗 嗯 大家不都谴责吗 是四十几个国家谴责吗 现在为什么 没有国家反应 日韩 为什么没有反应 嗯 不是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吗 安倍已经出事 所以就没事了是不是 所以就可以不认责 所以齁 我希望大家 观众朋友 要看清楚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被人家玩的结果 别人没有理我们 千万不要想有人会来救我们 这很现实的摆在眼前 因为今天十二点开始演习 今天是四号 四号十二点开始演习 要到七号 还有一共有七十二小时 三天的时间 这中间我们要看看世界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世界还像现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反应的话 我们的政府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了 这个交代要很清楚 因为我不相信裴洛西是自己来的 一定是被邀请来的 是 他到台湾的行程 会到什么人权园区 他知道台湾有个人权园区啊 当然不知道 他可能知道台湾有个立法院 他不会知道台湾有个人权园区的 这些都是安排好的 民进党安排的 安排好 而且这里面的一切东西 都是由台湾邀请来的 也就是这个导火线啊 佩洛西 对佩洛西来讲 我是要称我民主党的声量 没错 我要给我个人 从政历史加个光环没有错 加个勋章没有错 但是如果台湾不邀请 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应该没有错吧 是 我们这推理合理 但是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讲以民为主 以民为主 是以人民生计为主 今天人民被你搞得这么多 这么紧张 这么危险 国际都不声援 如果你把这个转成选举操作 盖掉该处理论文 不处理的事情 该处理的球场 不处理的事情 你真的不 不把我们当成你的子民了 我其实觉得佩洛西这次来 他只插一个地方没去 新竹球场去摸一下草皮 啊 too soft 好软啊 对啊 真的觉得这样 他特别提阿丁嘛 陈时中的防疫是模范 就是给他盖一个认证章啊 难道佩洛西不知道 美国financial times 纽约时报 大家都在批判彭博社都说过 我们的防疫有问题的吗 目前是倒数的 对啊 这美国媒体都讲了 英国媒体 英文媒体就报很大了 他怎么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 其实他背后政治操作是很恶心的 就像刚才老师讲的 但是事实上更严重的事情 是他永久改变了一个 现在的军事现状 是不是 我如果我们做一个结论 这一次佩洛西来访的时候 引发了这个所谓的 我们可以说是叫环岛 其实可以更直白讲 就是索岛军演好了 索岛军演这件事情 他已经永久改变了台海的现状 没错 而且是在军事方面 在主权方面 他其实直接就是认定 我在行使我对台湾的 所谓的一个中国的下面 的一个主权 没错 其实台海几次危机 都改变台海的现况 想到就一个新现况就出现了 是 第一次的当然是因为寒战的爆发 所以就就有中美学防条约 然后后来823炮战 出现了所谓海峡中线的概念 第三次就是导弹危机 到这次第四次 那这次到第四次 把我们以前全面有的 所有的安定的 所谓的护栏或者缓冲 全部拿掉了 基本框架全拆掉 全部拆掉了 但是我觉得很 让人家很伤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这边 我一定要讲我们同温层好了 也许看节目 观众朋友跟我们同温层 其实因为我在学校教书 其实有更多同学过的反应 是说我们吐了一口气 他觉得很爽 很爽 羞辱了解放军 羞辱了中共 对 然后就说他是紫老虎 你不是说要半飞吗 怎么没有半飞 我刚不解释那个情形吗 那就是彼此比较尴尬的一个处理方式 结果很多台湾的同胞就觉得 我们国家尊元找回来了 要我两位 我们国家尊元找回来了 那个美国的第三位 这所谓的领导人 都来到台湾了 而且称赞台湾的民主 对这个表面上有的东西 后面破坏了我们很多现况 经济面我都没有谈 因为留给其他的专家来谈 光在军事面 我们以后 我刚开玩笑讲 这三天我们国军能不能起飞 能不能出海 那如果他在常态这样干 或者是他这次宣布三天 在延长 因为俄乌战争最后就这样爆发的 这就是我想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 俄乌战争就是不断的在 乌克兰边境的演习 比有时变得真的 对 他演习演习演习 然后撤再演习演习演习 然后就延长 我延长一下 我可能要撤了 我宣布我现在演习结束 结果部队一转弯 就进去了 对没错 因为他如果可以离台湾本岛 这么近的不断的演练的话 他哪一次不就进来了 他一拐就进来了 而且以飞机导战速度 对 这很严重 这个非常严重的 这块区域特别大 相对这些区域都大很多 那这块区域很可能是一个 大规模的海空联合业演练 这也可能跟台湾的地形有关系 因为这边一往无际都是平衡 大平衡地区 所以我们可以今天看到 就关于这一次由佩洛西旋风所引起的 后续效应才正要开始 其实军事是最 会直接打破不管是政治法律的直接手段 对 他是无视于这些手段 军事的手段结果之后 他就会建构一个新的常态 对 那这个就是今天老师想要跟我们表达的 从这个军事的内涵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解放军欠缺的机会 对 那事实上我们为了让佩洛西来 其实就送给他一个机会 等于你是怎样 开门 让人家进球了 那当然我相信台湾还是会很多人 希望解放军事指老虎 这种事情也不是不会发生 这种就是不信邪的人 中有不信邪的人 就跟他说 你出门要戴安全帽 要戴安全帽 要戴安全帽 他跟你说那有戴安全帽 还是被撞死 但是总有一天就是他可能就先死了 对 所以就是 但是这种事情就是这样 那包括安倍晋三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意外于明天2022年版 贵为前首相还不是一枪 生命就结束了 所以我想既然是个人 大家应该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质 追求和平 爱好和平 那两岸的关系再继续这样玩下去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无可收拾的结果 那今天特别谢谢老师 对支持我们的话 记得通过绿界PayPal给我们赞助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久 后来座谈 谁来座谈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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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